我到台北小潮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那個耳罩支架就是工業安全帽的耳罩支架 那他如果卡上去很簡單 就是這個耳罩支架的卡榫卡在安全帽扣子上面把這樣子加下去 卡的時候呢一定要卡到底喔免得會脫落 像這樣子卡底 然後確認一下裡面是不是卡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順便那個工商一下 就是說呢我們還有賣那個安全帽的那個防罪的那個 這個線喔那這個線要如何使用呢很簡單 就是說呢固定在你的安全帽的那個架子上面比如說像這個把這樣穿過去然後再這樣穿過來 然後呢剩下這個安全帽這個扣子要怎麼處理這邊還有個夾子 這邊有個夾子可以夾在你的那個就是防罪器上面就是那個會有那個袋子對不對就把這樣子打開夾上去不要小看這個夾子這夾子是有那個倒勾的 就可以把它這樣夾子這樣就不容易掉了OK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我們的那個安全帽的那個 支架如何拆好支架拆之前的話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先把這個往前推先把往上撥 然後呢往前推 不是很好撥但是還是沒有問題的把它撥開之後呢看到然後撥開之後呢再把它往後推 這樣就下來了 但是呢通常不太需要拆拆裝裝了 只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關於安全帽的那個耳罩那個如何固定的部分的話呢 那個每個耳罩都有它自己的規定 當然我建議安全帽不要扣在就是耳罩不要扣在後面要扣在上面掛上面會比較好 但是我不建議長期這樣扣因為長期這樣扣的耳罩會變形 所以說呢那個安全說明都有講到 看一下安全說明的部分這邊 這邊就寫到我拉近給各位看一下 好給各位看一下這就是它的那個說明 有沒有他說不要這樣扣 啪啦啪啪的 反正這就是你應該要知道的 就先這樣子囉拜拜